贺锦丽目前的情况来讲是很危急的 几乎美国还有世界各个主要媒体都不看好 认为他大概应该都是川普赢的啦 那关键就是他在法安府 就算他很幸运地变成了美国副总统 但是他没有什么业绩可以提的 你当副总统你有什么业绩可以提嘛 你像经济政策 那个华尔街就一直批判他 说讲了一堆经济政策 其实都是给唐诗啊 我们要的是你的整个经济政策的主轴是什么嘛 他就没有就讲不清楚啊 拜登任内三年多快四年里面 为美国产生了四千万的贫穷人 所以这个就是一个问题了 所以人家就问你说 那你过去四年你做了什么事吗 你是延续那个政府下来 你业绩又不好 然后呢大家看不出来你有什么能力 他是拜登政府的副总统 所以他必须要承担拜登政府 所留下来的这个遗产 不管是正面还是负面 我可以说这个垃圾车可以是最近啊 一整个川普跟贺锦丽 似乎在气势上面有所反转的一个点 当然这个故事 据说从麦当劳事件开始了 是不是跟我们聊一下这个故事的背后 然后还有就是说 最近美国的大选 似乎有一种 这个川普气势在上涨 因为越来越多人 我刚才遇到黄介正老师 他也觉得这个川普最近气势不得了 我遇到佐振东老师他也跟我说 佐振东老师刚刚你的同事 他也觉得最近川普气势相当好 所以我看到好多国关老师的 大家都是这样的一个观察的点 我自己个人也很关注美选 我自己也觉得川普最近气势好都不得了 您怎么看呢 这个垃圾车事件呢 是不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点 确实的 这个川普来讲 就他的个性来讲 是非常的反应敏捷的 所以他只要看到对方有破绽的话 他立刻就出手 所以我们会看到 麦当劳事件也是这样子 就是他讲说他有核锦蒂 这个贺锦蒂讲说 他有核麦当劳打过工 但是其实他 他是独家里是很有钱的 在加州嘛 他到底有没有打 这没人是没办法知道 但是川普就认为 这是一个很好的切入点 来到麦当劳去打工 做给大家看 那同样的 在这个垃圾车事件 也是因为拜登一失误 讲出来以后 说投川普票的人都垃圾 川普来讲 这太好机会了 他干脆把垃圾车涂成川普 然后就坐垃圾车去竞选 所以这个来讲 他只要感觉到 对方有破绽一出现 他马上攻击 这是他的反应非常快速 敏捷 然后取得优势 因为这选举 其实最后这几天 真的是 每一票都很重要 你带起的这个气势 就是刚刚您讲 大家如果看都是他赢的话 那他就可以赢了 这就可以看 某种情况就很有可能的了 是哦 我帮老师补充一下 就是这个垃圾车的背景 是这样 刚刚老师其实有提到 就是拜登的事件 没有错 这事件很好笑 就拜登呢 看起来越来越像 就是被迫退选的这个状况 从最近一系列的这种情况来讲 但是退选就退选吧 那大不了你就 你不帮也没关系 这种总比帮到蛮好 那结果因为 其实一开始是这样 是说川普在 他的这个造势大会上面的时候 结果有一个 这个算是脱口秀的喜记演员 脱口而出说 就是说呢 大家知道 不知道大家知道吗 海上一个漂流的垃圾岛 他叫波多黎各 波多黎各是Polico 就是在加勒比海上面 美国的一个 就算是一个领地 但他的算是非建制领 其实他的定位很奇怪 他要州不是州 但是要独立又不是独立 那波多黎各问题 就是他没有选举权 没有投票权 那是 可是呢 他事实上他的国民是 他的公民是可以直接到美国去的 所以长期以来 波多黎各呢 就衍生了很多问题 贫穷啊什么什么 所以这其实反移民的人 就会对波多黎各人 就会有很多的那种 这种这种负面的标签 结果这一开始呢 因为波多黎各属于Latino的一个部分 所以一开始 讲出这个话的时候 我民主党也会捡到枪 然后川普不是还有讲到说 我们现在呢 就是世界各国移民来啊 我们就像垃圾桶一样啊 就是这种话语 结果拜登听到 可能不知道是没听清楚 还是他是挖坑跳 老师你觉得他是挖坑 给贺锦丽跳吗 因为现在看起来 他好像也没有要帮贺锦丽助选 其实他是气急败坏了 其实他很紧张了 贺锦丽目前的情况来讲 是很危急的 几乎美国还有世界各个主要媒体 都不看好 认为他大概 这个应该都是川普赢的啦 所以说我想这个拜登大概心急啊 就你晓得他经常讲话没有钱没尾的 就插进去 这个垃圾可能是讲 但是被他讲了又变得是 瞅川普漂亮通通都是垃圾 所以这个 这个就是连这个贺锦丽都很尴尬的 还是解释说他讲的不是这个意思 他是说他只是一个语调而已 所以这个就是 无论如何就是选举来讲 实际上是大家不可能去摩清这个词的原委 怎么样但是大家重要是一个气氛嘛 对你这个把气氛弄起来了 这个你知道川普的选民本来就是很这个激进的 就是所以说你只要稍微煽动他一下 就跟他有更激进的去 积极的愿意去投票嘛 这是很关键的因素嘛 我这次观察这次的选举 其实选到现在有一个很有趣的观察点是 当初拜登退选之后 很长一段时间 贺锦丽看起来气势非常的高涨 那川普看起来呢有点低迷 但一时之间他原本攻击拜登的招式 对贺锦丽通通好像打自己一样 因为他最喜欢笑拜登就是又老又笨 sleepy joe嘛 打瞌睡瞌睡巧嘛之类 这个cracky joe 就是反正就是羞辱他 可是羞辱这一招 以一个年老的男性 羞辱一个相对年轻女性 当然贺锦丽也60了 这个我说这个是相对嘛 因为川普80了嘛 那这个将近要80 那这个失效 再来呢男性跟女性之间的这种 性别的攻击也一定程度失效 结果 结果没想到时间一过 现在川普反而调整的非常的快 反而是贺锦丽让我们感觉到是说 他似乎不太习惯在这种 开放式这种攻防的节奏里面 老师应该还记得 就是在辩论会上面的时候 看起来 其实大家认为那一场辩论会 川普对拜登 拜登是被铲垫 那也造成 很多人认为那是造成 拜登会退选的重要因素 可是川普对贺锦丽 很多人认为是 川普表现得不好 这很有意思 可是这又过了一段时间之后 又翻转回来 当然中间又爆发了 这个比如说枪击事件等等的 一大堆热物有什么没有的事情 当然枪击事件也有很大的帮助 那你觉得选到现在 我有关台这个趋势是说 贺锦丽一开始的优势在于 他身上所 我们现在人家戏称叫buff 叫tag 他身上的标签很好用 就是所谓的颜色政治 或者说是标签政治 年轻 对 然后女性 女性 对 然后接近 他对LGBT团体 他是非常大的 支持在加州 那这个会不会 这次选举选到现在 美国选民慢慢地摆脱 之前很长一段时间 受到所谓身份政治 这样的影响 这是不是会不会可以成为说 美国选举史上 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转折点 就是身份政治的一个效应 逐步在这一次的选举当中 有点失效的状况 关键是 还是两位候选人个人的特质是关键的 那贺锦丽确实是刚上台 给大家一个清新的感觉 他也表现的 这个辩论 如您所说也是表现的 大家都觉得还不错的 但是啊 久了 他接受 后来又接受几次的这个 这个interview啊 然后公开讲一些话 尤其是像这个Bloomberg 彭博问他问题的时候 他就没办法直接 对人家提出的问题 直接了当的 来提出例证 或者是对 完全让人家感觉 他是Bloomberg 就是他就是 这就是川普 为什么从一开始 他上来没多久就开始攻击 就是说他这个人 长期以来只有在加州 代表的是最 美国最自由派的思想 对 那问题是说美国有50州啊 不是你只有加州 所以你就在加州待过 你不知道整个美国人的这个 特性民族性文化的真正的是怎么样 那后来他就直接去了这个参议院 就到了这个华府嘛 那关键就是他在华府 就算他很幸运地变成了美国副总统 但是他没有什么业绩可以提的 你当副总统你有什么业绩可以提吗 其实他大家都常提到 一个是去这个美墨边境 去关移民的问题的处理 对 表现不佳 然后呢他也去过海外 就是说到这个越南 他也是也是也是出问题 所以说后来后来就变成 华府的里面讲了说 不敢派他出去了 因为他每次出去都会出一些 一些问题 那不是这个这个对拜登来讲 就不高兴不喜欢这样 那就后来就所以这后来 他就变冷冻了 但是后来刚刚就讲了 拜登会被大家逼的退选 他不得不退选的时候呢 他就想说最好办法 那当然就贺锦丽嘛 因为就是他的副总统 那就不会有争议嘛 如果你现在开放说 民主党里面的军选那不得了 至少十个以上冲上去 大家都想要 所以那就贺锦丽捡到这个枪 或捡到这个机会 那但是问题是说 捡到机会 在你上去的时候 人家要问你的问题 说不定你经济问题 或根本问题 你要有一个非常美国人的文化是 像我们这边有时候 大家讲 或者日本文化都是 暧昧一点 或者不要讲那么清楚 不要得罪别人 美国人不是这样的 美国人话非常在意的是 我讲什么 你就要对那个问题要回答 直接了当 不用什么装 或者怎么样 所以这样子的话 他就变成出现一个问题 他老是不能够 把人家问的问题 解释得非常清楚 让人家知道他懂这个问题 你像经济政策 那个华尔街就一直批判他 说讲了一堆经济政策 其实都是给唐师 我们要的是你的整个经济政策的主轴是什么 他就没有 就讲不清楚 当然说我们观察看 是说他非常重视 这个Blue Color的这些工人的 他们的权益 那是没错了 然后对年轻人 或者是弱势团体提供房贷 等等这些好的 这个是没错 但是关键 他也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他不得 没办法躲的 就是他是拜登政府的副总统 所以他必须要承担 拜登政府所留下来的这个遗产 不管是正面而负面 那我看这个日本经济新闻分析非常棒 他写了一篇就讲说 拜登任内三年多快四年里面 为美国产生了四千万的贫穷人 中产阶级上不见了 越来越弱 美国也才三点五亿人口而已 四千万 对 他说之所以这样 就变成美国现在的经济 大家看的数字好像很漂亮 好像都是在都很有动力的 但是关键他就讲到了 这个是关键的因素 他说美国的经济 现在靠的都是那少数不到10%的 这个最有钱的人在撑着他的经济 换句话 美国的经济本来是中产阶级为主轴 现在中产阶级变成是弱化了 变成几乎快没了 那就变成只靠着最有钱的这个阶级 在撑着美国的经济 那中产阶级跟最下层的弱势团体 变成都是越来越多了 所以这个就是一个问题了 所以人家就问你说 那你过去四年你做了什么事吗 那你不能到这个时候才给我说给我谈 你前面你是延续那个政府下来 你业绩又不好 然后呢 你的这个 大家看不出来你有什么能力 像外交也是一样啊 他根本就没有很明确的外交经验 那川普这个厉害 就是他还毕竟有霸气 他毕竟有很多事情讲的就是 虽然是有点强辩的 但是他有那个气势 让你感觉是一个世界最强国的领导 这个是美国人也要希望见到的 你代表了美国 你出去要有就有美国人那个霸气 不能这个 这个有点这个 好像是犹豫不决 这个油腔滑掉 转来转去 这个这个这个是美国人不希望见到 姐妹们总烦恼脸上细纹 干燥与暗沉 现在起跟我一起放心交给 KS Royal Face 皇家颜值逆时奇迹系列 KS Royal Face 皇家颜值逆时奇迹系列 它添加五种EGF 专门防止肌肤老化 强化皮肤修复 增大西肤弹性水嫩 轻松扶平皱纹 换回青春自信 KS Royal Face 皇家颜值逆时奇迹 国富路全修精华 精华霜 即刻启动动名密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